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安已经赢下本轮比赛 路能也有可能赢球 恒大想要缩小与领头羊差距 必须抢分 而世界杯间歇期后 都四连胜让恒大志在必备 第16分钟 亚太鱼锐小角度破门 比分变为1比0 第28分钟 杨毕宇在进区内天右侧位置顺势抽射 收获加盟恒大后的手力中抄入球 第43分钟 恒大将逼分反超 高拉特小金区线前投球破门 比分变为2比1 然而风云突变 第83分钟 坦龙为亚太赢的前场任意球 埃德里安将右侧角球传至近去后点 坦龙小角度投球破门 比分变为2比2 第90分钟 依哈洛带球快进 坦龙前差后面 对门将推着破门 亚太三看二反超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卡帅在领先状态下被对手发弹了 恰帅的缺乏连长指挥应变能力 和李皮 斯克拉里相比 卡帅还是难了太多 而且有时候顾及球员面子 不能很好的执行战术 半轮比赛 国安 上岗 鲁能都拿下了对手 或许冠军就在这轮已经决定 而卡纳瓦罗则有可能像第一次那样 悄悄下课